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那個 黃鴻老師 黃鴻老師也是我們的老朋友 在鼓勵 在第一次的這個研討會裡面 他都很大力的支持研究的專題 然後他的研究其實跟我們的研究專題 很密切的相關 不管是在地方的調查 或是在歷史這方面的研究 今天為我們報告的是 民代王府的地方道教 我們特別歡迎 黃鴻老師 首先謝謝鄭元兄 這個安排我來講這個 然後呢 當時的這個鄭元兄跟我說 他給我訂的題目 說是關於民代王府的題目 你自己訂 但是要給民代 民代王府的地方道教 那我說我去 民代王府的地方道教 因為之前我為什麼講 之前我這一部分 PBT呢 我在台灣講過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看到說 我會比較快的過一下這個背景 然後就講到跟地方道教的關係 這個 很簡單 就是民代王府建立分封制度 這個 然後呢 他 治理藩王制度 他這個 這個有 他的兒子都分為親王 就皇帝的兒子分為親王 親王的長子 長子是士子 親王士子 然後這個 俗子 就成為郡王 是二字王 那麼 然後呢 這個郡王的長子 是郡王士子 然後其他兒子怎麼辦呢 就分為各種各樣的會主 這個 將軍 所以民代一共六十七位親王 當中有五十三位舊官的 包括這個 比方說 有一些是 年紀很小就封了王 但是死了 那就沒有舊官 或者是本來是封了王 後來是升級為太子了 那就當然也就沒有舊官 所以一共是有五十三位舊官 有五百七十八位親王 那麼這個是民代王府的封地 這個大家看是覆蓋全部的 那這個 這個 稍微講一下這個 明代王府的地方社會 明代藩王有一個 從制度上有一個 從早期到晚期的轉變 從紅五年間到宣德 宣德的前期 其實是一個 藩王是比較權力非常大的 就是朱元璋用藩王來取代這個 這個地方的將 用他們取代 所以他駐紮了很多這個工程 是吧 然後呢 到了這個宣德中期以後呢 就基本上這個開始 從建文永樂到宣德前期 都開始 逐步的事情 消發的政策 所以到後來呢 就變成他 失去了政治和軍事上的這個權力 那 但是同時 他以作為 風伏的傳統各地 作為皇帝的代表 他持了什麼作用呢 我認為呢 他就提供 這個 在地方上 他就第一 他是提供了 繼承人選 皇帝的繼承人選 比方說 這個 鄭德皇帝死了以後 沒有兒子怎麼辦 那就從 家庭皇帝 原來是個藩王 把他召定禁彈 說皇帝是繼承人選 還有一個 既然失去政治和軍事的這個權力以後 他另外一個 文化合法系 是皇家的文化合法系 這個 當然還有一個 這個禮儀功能就是說 按照這個 禮記裡面說的天子祭體 天上 明山大川 諸侯祭明山大山之代其弟子 對吧 對吧 然後呢 這個 那些 那些藩王呢 在地方上呢 是國家 制定的給他 錄糧 那麼明代政府的這個經濟 到最後崩潰了 垮台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養了一大批這個藩王 而且是 實現的大家看 藩境政策 藩境政策就是不允許他們從事 市農工商任何一項職業 因為朱元璋原來的想法 他是這個農總 那麼到後面這個人員龐大 一直到萬利 18年萬二十三年才開始開放 藩境可以讓他們科去考試 但是那個時候明代已經 還滅亡 那麼所以呢 顧炎武在清代就說 這一批人 是這個 是欺負啊 這個這個這個 即使有才能 都不會被用 那麼 呃 世間雅和 他們都研究 呃 我用他們的研究成果 就認為 這個在地方上 這個這個道 呃 在這地方上這些王府 所常常這個這個 用一些道士 因為他這個 藩境政策很重要一點 就是禁止他們於 那世大夫來往 禁止他們的一官員來往 結果看他們文集裡面 就發現他們來往 最多的人是聲道 嗯 有關這方面研究呢 呃 王府的研究呢 是日本的 佐藤文俊老師的 那麼 呃 這基本是 我自己的 還有這個 最新的 呃 我們要講一下制度 就是這個 王府 王府呢 在明代來說 一個大城市裡面 他大概佔 那 佔 佔地呢 是相當於一個 整個城市 三分之 一包括這個 郡王府在內 呃 如果是一個呃 呃 小城市的 比方说在宁夏 现在的宁川 它整个城市的一半都是王府 所以可以看到 它在地方社会上是 影响非常大 那么 这个是 大家看 这个亲王府 军王府的规制 这个是亲王府 这西安的 然后这个是 金江王 也算是一个亲王府 那么 军王府的是 规模小一点 那么这个是现存的 这个 酒农碑 然后 吴文昌教授 还给我 向王府的酒农碑 我来不及放行 如果是彩色 就漂亮 你拍得很漂亮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全国的 这个名胜古记里面 还留下大量的 都是王府 留下来的 这个 这个名胜古记 桂林的宁秀峰 原来就是王府 这个和王府 公建 然后 那 我讲到跟宗教关系 就是王府本身 他也有理议制度 那除了他的 一般的理议机构 王府每个有 他里面有这个 仪式场所 包括中庙 家庙 设计团 风云 雷雨 山川庙 祈祷庙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作为 王帝代表 所以原来他所 王府所公地的 这个地方原来是政府 地方政府拥有的 这些设计团 风云雷雨 山川谈 西岛雅 后来全部都 移到王府 就是那些地方 不然就不做 就是这些仪式 由王府 这个亲王来做 他代表国家来做 那么 后来的 红五六年 又增加了 这个武士 还有包括他的 那么王府的 这个机构呢 你们有点赞 点赞所 专门负责 这个 赞就是 这个 吃是吧 这个 但是也负责 这个 西式当中的食品 这个是根据的 一块 控制所 那么 控制所是很重要 专门 相当于这个 太常识 中央层面 太常识 是王府里面的 这个 居心仪式的 一个 还有 典一所 是王府的一位 仪式 这个也是跟宗教 有关系的 另外呢 每个王府呢 都配备了 二十七户 岳户 和杂与户 是中央派他 那个岳户呢 二十七户 如果按照 一般来说的 人口 说人口学 研究的 按照当时来说 平均 五口之家来统治呢 大概是 每 每家 就 二十七户 岳户大概 一百三十五 那 这个是一般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是他越智的 我们看到 明代 这个 这个戴检皇 他的这个 具备于其他 韩国的岳户 那么现在的 向阳的 山西岳户研究 很重要的一个研究 这个其实为什么很重要 就是说 这个岳户 这种音乐 很多是 藩皇 旧发以后 中央派下去 中央派下去 给他岳户 那这些岳户 我们后来会看到 他往往跟地方音乐 有关系 这首音乐 都是王府音乐 是从中央来的 然后这些音乐 很多是跟道教有关系 那我们 灰幅图 这个 燕王府 这个灰幅图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有宗庙 有这个 这个设计 设计三双坛 那么 这个是另外一幅图 都是三双带王府的 图圆图 他跟那个有一点不一样 大家看中央派什么 在侧面 但是这些都是 他的 那么 还有点明太的制度 明太祖的这个名字 两个非常重要 他建立一个神乐观 用道士来 用道士来做理生 代替儒家的那个理生 传统儒家上 因为他觉得儒生 只会 只会说 不会做 对吧 所以他用道士 就是神乐观 神乐观里面 用的都是乐武生 乐武生 虽然开始是 这个官幻子民 但是 很快的就全部变成道士 而且是正义道士 是实习的 正义道士 那么 你知道 清代和民国期间 在北京有二十几个道观 都是乐武生的 乐武生系统的道观 用方式正义道士 是实习道士 所以有二十几个道观 都是乐武生系统的道观 他有自己的方派 那么 那么另外呢 王府里面 我们刚刚到凤四所 凤四所里面有个点阅 点阅 我们相当于就是一个 音乐指挥 这个点阅 这个人呢 是中央层面的 乐武生的候选人 乐武生的候选人 就是道士 乐武生都是道士 所以他的候选人 如果没有会补到乐武生 那就把他派到地方王府 来做的音乐 就是总指挥这个 这个仪式音乐 所以看着他们都是道士 那么 这个 在地方王府 他进行仪式的时候呢 他进行国家仪式的时候 他有这些人员 有乐生 武生 乐武 烧香道士 灾郎 李生 护牌 厨余 杂固 那个烧香道士的 不一定是真的是道士 他只是一个职位 那么但是呢 这个 到了宣德四年 他原来是地方职位 他宣德四年呢 开始有王府 不断上 这个时候我们缺少 我们这个仪式的时候 缺少人员 比方本来说是叫 叫军队人员 或者是叫学生来做的 但是找不到这样的人 后来他们说 能不能用道士来 后来宣德四年 有个改革 就是说烧香道士 以后准取烧香道士 这个这种职位 全部由公关 路别道士来取代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 有礼生 但是我现在还不清楚 这些礼生 跟这个王府的道士 是什么关系 那他原来说是用 儒学生员 均余来 来做仪式的 那么后来 都是用的 那么另外呢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神乐观 我现在发现 因为王府是分空的 全国各地的 其实他 神乐观 神乐观在全国有个王府 就是每个王府 有个神乐观的分支 所以我这里举个例子 比方说这个 南洋唐般的高僧观 大家看到我这个引文 就是说唐府神乐观在约 另外我看到了 庆府在宁夏的 这个有演乐观 敬唐玄都观 还有秦唐的 在西安的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庙 是城隍庙里面 有一个坛演乐观 这些都是 都是神乐观的分支 所以这个是 那么我们说这些 神乐观的道士 为王府服务的这些道士 人数有多少的 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材料 但是有一条材料 是正统四年 是金江王 金江王朱佐静 在惠林的 他呢 他觉得自己 祭福不堪 可能祭福已经救了什么 然后或者是 他觉得东西缺少了 然后他就怎么样 换一位师 他下面一位师 去居道士 九十一名 约武僧 两百名 打他们 叫他们费钱出来 是吧 那这个是记录下来的 那你可以看到 为他服务的 将近有三百名道士 是吧 包括约武僧在内 因为 因为金江王是 所有亲王里面 级别最低的 他是鉴于 一只王和二只王之间的 所以如果说 金江王有将近 三百名的道士 那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亲王 那可能 倒是会 更多 那这方面 这个 我用了一些 刘永华老师的 这个研究成果 关于这个 神月幻的一些研究 就是 凡是当时 据刘永华教授 研究当时的 国家层面的 环球团 教授 王家祖先祭祀 山山 欢山祭祀 甚至于国家 祭孔大典 都是用神一般道士 所以大家看到 在明代这个道士 道士文化 渗透到 国家 国家祭祀层面 那么在王府里面的 王府 这些藩王的 受贤 冠礼 订婚 婚礼 都是由 都有 都是由这些 这些道士 神月幻的 这个道士 出行仪式的 那么 在当时的 这个制度上来说 中央层面的 太常市的仪式官员 除了太常 除了神月幻之外 太常市本身 作为一个仪式管理机构 他里面的 协律狼 战利狼 寺院 都是从 神月幻里的 道士 身上出的 所以看到 太常市里面 也有大量的道士 作为官员 政府官员的 那么 清皇旧藩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他苑武圣 灾狼 礼生 苑武 烧香道士 都要举行这个仪式 那么 他的 陆朝 离京返国 祭祀 孝林 还有 都有太常市 仪式官员和试言者 那么藩国内 举行的各种仪式 也都是用这些道士 所充当的 乐武圣 典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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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这样的宗教活动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这个 家庆皇帝 为什么这么是重道 那可以理解 因为他原来是藩王 从小就在这个王府里面 集围这么多仪式 当然 如梦然 这个是 北京的 神月 清代后来改名 叫神月 现在还在 那么这个是 王府 现在因为 讲到明代 明代考古 是有一个 非常糟糕的情况 因为考古学家是 断层 凡是趴到明代的东西 一概就把它破坏了 不会是没有价值吧 这个 以前的东西 更有价值 那唯一一个例外 就是明代王府 因为王府的墓里面 东西多 所以保存价值 这个是 我们可以看到 山西的 这个 很多 很多 寺庙 都是由王府建造 这个崇山寺 那么顺便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个 一个头 鱼面图 崇山寺 它是家 变成家庙了 这个双塔 也是晋王的 那么 灌寿宫 也是 它是宗庙 所以他们 静时 生活的静时 有很多殿 都是由静藩 就是 山西的藩王 建造 湖北京州的 万寿宝台 也是 这个 新王 新王 新王就是 嘉隆皇帝的父亲 是王牧 我们现在 很多 考古发现 那么 明宪王 朱全的 我们都知道 这个非常重要 他的墓 墓里面 出土的 墓 这个 顺便给大家 看一下 这些都是 非常精彩的 那么 这个 司马虚 不证明 韩明市 康报 他们在研究的时候 就研究出 就是说 这个 地方 这个 比方说江南也好 或者江左 或者各个地方 江南 或者是 这个 福州 江西 福州 或者是浙江那些 往往 江南地区 往往是 他们这种地方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道教活动 往往是 强调一个 local attentity 地方 跟中央 是不太一样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 其实 我们等会 会讲的 其实也是这个情况 那么 明末 明末 明末的一个 移民 张仪 他说明代 藩王 他对一个 明代藩王的总结 就是说 这些藩王 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变成器物了 什么事都不好做了 所以他们就是奉事 宣传 宣传 那么 我自己的研究当中呢 我发现有43个 亲王府 现在资料当中 107个君王府 其中有295位 三王 包括亲王和 呃 呃 君王 还有呢 335位中藩成员 来自于 119个王府的 330个 一共 参与了 参与了 这个 扶持 396种道路 那这个 还是我 文献资料上 可能更多 对吧 对吧 这个是呃 藩王这是道庙 肯定不是一个个道庙 这是 每个道庙所在地 每个地 每个城市 可能里面有很多很多道庙 是他们扶持的 我是说这样 三角的是 山上像或者乡村 方块的是城市 一般他们在城市里 这个是周全的 这个 然后他这个 画表上面的 哇 文字不是 从这个 这个道经 这个 清阳宫也不是网友关系 武丰山也是 然后顺便讲一下 现在现在的商业活动 很多都打 这个王室 然后 这是王室小典 有一次 朋友 陶金 陶金到襄阳去 他突然发现这个 他就给我买 买回来 买回来就寄给我 我说你试试看 结果我吃了很不好吃 好 那我很快的就讲到地方了 那我这么多 我选择了一个 就是辽王 那么辽王呢 这个是第一代辽王 朱只是这个 朱元璋的儿子 那么这个 开始封魏王 后来改封辽王 封地在广宁魏 现在辽宁的北镇市 那么 他的这个 实话是了解王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对不起 我用的是简体制 这个是辽王 宁王 燕王 和谷王 这四个王 是封在 封在边疆上的 对吧 然后呢 这到建魂消翻的时候 他就是要把这些 拥有重兵的这些王宿 消掉 那么 消掉之后呢 就迁 燕王后来 后来这个燕王召唤成功了 他自己做皇帝 然后把三个王 大家可以看到 迁到内地来了 辽王 宁王 谷王 都迁到内地来了 这个辽王 我刚刚讲的四个王呢 就是在明代叫做 燕辽宁古呢 四个王在明代 就叫做是九王 或者塞王 在边上 运动大 运动大军的 这个 非常 非常强悍的 非常 所以讲这个辽王呢 讲 辽王国 是 大家看 东渡 渝关跨辽东西 并临国牌 批朝鲜 然后连开元 也叫是东北 然后呢 他这个辽王呢 他自己这个军功非常高 所以当时我们都知道了 非常有名的 古定 波 波 波音啊 还有多多见识 宋神 都变成了他的副手 他这个 吕剑西宫 上次 朱元璋 明太土 然后呢 这个辽 辽广宁 他当时 宫地是广宁了 朱元璋是广宁的五位的 屯田的出产的东西 都是给辽王 都是他的事物 所以呢 到了建文帝上台 就开始消翻了 然后就出现了 金难之遇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燕王 造反 然后剩下来这个 东北部的另外三个王子 就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这个 这个 朱棣 朱植 宁王朱全 那么这三种不同选择呢 呃 我们刚刚可能还记得那个图 不同选择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 这个 呃 朱植 是在建文帝的 就辽王在建文帝的号召式下 就 回南京了 回京城了 就放弃他的封地 回京城了 那么 呃 这个 这个 古王呢 呃 这个 回京 呃 回京城了 宁王朱全呢 他是不愿意回京城 但是也不公开 参与燕王 那么结果呢 他的这个 呃 他的这个 护卫 就是军队 就被被被被被被中央政府消掉 消除军队 对吧 然后呢 呃 然后这个古王好像是 如果记得对说 古王是自动 回京城 然后呃 这个 辽王是被 被要求回京城才 回去的 因为古王是自动回去的 所以这这三种情况是不一样的 然后古王回到京城以后呢 就命令他去 护卫京城门 在南京护卫京城门 那么呃 护卫京城门之后呢 后来这个永乐包围了京城以后呢 古王后来就 开门 投权了 然后呢 这样一来呢 这个他们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他们有三种不同的选择 结果呢 呃 也就是说 这个 在这三支里边 是这个 租植这一支 辽王这一支 是待遇最差 因为宁王后来是 呃 这个 最后是这个 参与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助帝的造反里面去 他把他的军队去 都交给助帝 对吧 你这个 呃 所以呢 呃 这个 古王虽然是先跑回去了 但是他后面这个古王是 是把 有开成 开成纳降的功劳 那么租植呢 这个辽王是什么功劳都没有 对吧 而且也是也是先 也是跑回去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当时呢 就我们讲 睡陆梁 每个官王陆梁 陆梁他一千代 这个陆梁在所有情网里面 是这个辽国是最 这个陆梁最少 那么 他有23支的 郡王虎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万里年间 他 万里的22年 他有707名男性 还没有包括 女性的 还没有包括 女性的家属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郡主的 这个赵子等等 是吧 他有这么多成员 那么 从 我们先讲说 诸子于道教的 这个 结缘的起点 就是说 他在做 辽王的时候 首先在 红523年 当时在南京 朝天宫的时候 已经参与 其他的亲王 一起来修 这个 楼库山大上清宫 那么 在南京 朝天宫里面 经常出入朝天宫 也跟当时的 这个 天师来往 而且呢 张语书的 献权集是 诸子 诸子给他写序 诸子给他出版 那么这个 后来 封地封 把 辽王 迁到这个 江陵 江陵 荆州江陵 我们看 这张图 就是说 地方的政府 与这个王府 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张图呢 是 辽王府 以及他的 极其他 附属的 郡王府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 很多很多王府 再讲一次 那么 还有 很有意思的呢 就是说 他在这个 跟茅山的关系 他到了这个 荆州 工地以后 跟茅山关系 很密切 所以在 华阳洞林关 上京的宗师 陈德兴 跟这个 辽王宗师 关系很密切 我们现在呢 他 他从这个 呃 陈德兴那里 这个 请到了 大洞真经 这个 呃 开上 呃 预备金刚 太极金书 上京 以及其他 金卷 呃 神符 和三毛真君 画像 他请回去 拿回去 或请人 操录以后 或者呃 堪克以后 再送回 把元旦 再送回去 还请到 真道 所以看到 他是 而且跟这个 陈德兴有 三通书信往来 他的文集 最后 初次的文集 也保留在 茅山 所以这个 表示他跟这个 本身跟这个 道教有很 很密切的关系 那么这个 但是呢 因为他 他在这个 明代的证据当中呢 他的位置很尴尬 所以呢 他这个 正统四年 明印中的时候 就把 初次的赤子 就再为了 疗亡废掉 就是一直对他们 很苛刻 就是因为他们 在经难之处的时候 没有站到 正确的立场上 对吧 然后你看呢 靖文元年 封了两个 他的两个儿子 初次两个儿子 为 为郡王 永乐一年 重逢了 重逢了 然后到 宏熙元年 就是明印中的时候 就被贬为淑民 他们去王府 都会飞死 就是不断地在找 他们的岔子 那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 这个 他跟道教 结议本身 就已经参与了 来跟 结议 其实某种程度 是向朝廷表明 我没有政治野心 等等 可能也跟他 自己的 这个 自己的 这个兴趣也有关系 我这边 我不是没多讲 就是 辽藩的其他成员 有很多人 很多参与的 其他的公关建设 等等的 其中有意思的是一个 明末的这个 辽藩宗史 朱延梅 他 他读了很多很多 道教的著作 然后呢 到明末的时候呢 他改名 改名叫孔志来 治国民 大家看国民 就是孔延宁 过来 为什么叫 东文明 满清的时候 是大规模 在屠杀 皇室成员 所以他必须改名 但是他改名以后呢 其他的跟他来往的 一些人都把它称作 道长 公民道长 显然他是 柔道 所以有其他一些 那么我 我跳到这个 最后讲末代辽王 朱献杰 那么 他是末代辽王 他是辽庄王的儿子 在 这个 嘉宾十四年 封居荣王 很有意思 居荣也是 毛山路兵 然后呢 这个 在嘉靖 嘉靖年间 他非常得到 明世忠的宠信 那么自己也是奉道的 但是到了 嘉靖皇帝死了以后呢 到龙兴二年呢 他被废了 然后呢 被关到 被抓起来 关到这个南子地 凤阳属县的安徽 专门一个叫高墙 专门关押王府的 一个监狱里面 那么到了南明的时候呢 又给他恢复这个 世报 就叫这个 辽门王 那么我们看 当时的一些记载 这个墨调辽王朱献杰的 是有记载说是 雅公师傅 游市工商 资资小许 宴群 杂局传取 最称职提簿 他有这个 有三座文旗 对吧 而且呢 说他 描写他是 公使 愿狱 生计狗马师的 甲鱼猪翻 所以呢 一直到他被 关起来之后 还 还撰写卖花生 这个 主持 所以当时呢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朱献杰 他的 身世 以及他的才能 把他比作 南唐后主 那么 那么 明代的一些 一直到清初的一些 比较我们 比较可信赖的学者和 学者史学家呢 这么多人 都说 这个 朱献杰被废为 这个 辽王被废 是一个冤案 是一场冤案 是吧 是什么冤案呢 就是说 明师中 这个信仰 道教 然后呢 明师中一死 那些 儒家的 这个 基本教育派的官员 马上就能报复 马上就要报复 比方 一个例子 就是 邵元杰 然后呢 把 邵元杰 吃给邵元杰的 父母 全部追回 把它从 墓里面挖出来 对吧 邵元杰这个事情 然后呢 因为 朱献杰是 信仰道教的 得到很多宠信的 然后呢 他们造这个借口 凡是这种 都就是做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龙杰这个皇帝 是很小皇帝 所以很容易被那些 大臣左右 所以大臣借这个小皇帝 进行 历史性的报复 所以呢 这个 包括这个 包括田海 他就说了 这个 和日本的 十年线事 他们都说了 这个 这是一场 一场报复 然后十年线事 就说 朱献杰的 被赐的这个道号 轻微宗教 这人被剥夺 也是跟 剥夺少元杰的 风靠是 道使少元杰的风靠是 同一回事情 说是 当时的 这个 万里野破编 上面就是说 朱献杰是 以左道 腰上主 所以呢 到龙庆年前 隔去 民事宗所 宏真人道号 追夺所持 道教经历 那么 到了万里年 因为很多 很多人都说 这是一场冤 说他 说他 不当谋反 他们很多人 他没有谋反啊 然后他们又 那些 呃 卢城 又找了另外一个理由 而说说 忠实日多 入量日少 修废地于民 穷财尽 只是说现在已经 国家 国家很穷了 你如果把它恢复的话 为何可以可能 说国家就算 就不恢复了 就就就就不平反 造型 呃 这个呃 朱献杰收到了呃 从家庆皇帝赐给他了一套道账 这个 一枚道教经营 一件法衣 一件法官 呃 他自己是归于清 呃 清威派的 所以他有一个从清威派那里来的一个道教法律 这也就是为什么呃 家庆皇帝给他这个词号叫清威派的 另外他收到一个靠鬼账 这个是他受罪之后 受罪之后拿到的法器 呃 他自己呢呃 朱献杰自己道号叫优玄 别号紫阳道士 那么 他也去到呃 武当山去参访 这个直交宫 大家都知道直交宫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道怪 那么他虽然是因为为了他的母亲 他我们刚前面看到他造了 清州有一个塔佛塔 是为了为了他母亲造的 但是他自己虽然这样做 他自己讲 他这文字里面他这样讲 他说 于所于流不解脱 很清楚的是 是我身份这个认同 然后呢 他跟第49代张永续来往很多 啊 又去多了一次啊 然后跟一些其他道 道士 德顿学员 然后呢 他可能有一点 奉道有一点的 道来是痴迷的程度 啊 他平时出出行 他有 王爷出行 有遗仗的吧 他遗仗前面一定要弄一块牌 就是诸神免宁 你们 啊 啊 凡是明家 他出去的时候 如果发现哪个明家 人家做法事 他一定跑上去 他有一个高宫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罐 带上去 马上就说 我是高宫 就帮人家做 然后人家 人家明家这个请道士来做 最后会给他些钱 他也拿这个钱 就表示 他 他不是缺少钱 他表示 这个他是 他就是这个法事 他能做 而且这是 他是符合他的身份 他拿这个 拿这个钱 表示他应该拿的 因为他会别人做的法事 所以他有点这个 那么 另外有点很好玩 就是他如果地方 官员当时说 地方官员新任的地方官 到底 如果这个地方有王府 王府的话 以藩王的话 都要朝见 就是等于参见这个王爷 有一个新的地方官 去到王府里面 他去 见王爷怎么找不到 上面有一个人 带着这个法冠桌的上面 道冠桌的上面 他说 他就问下面太监 这个王爷在哪里 这个太监说 那就是王爷 平时喜欢自己带 身份是这样 喜欢是以这个 以传道教的这个道法 然后呢 他自己的诗里面写的很多 写了什么 他自己能修炼那单 会和原神 他自己能够说是书学 灵符 能够不刚 而且他自己说 自称是 他说这个不刚之后 能够听到雷声灵影 这个人 那么 在加津年间 他自己还编了两个话 画册 徐晋阳试迹刺激券 旅从阳试迹券 就是从道 他看了道账 从道账里面寄出来 关于这个 曲迅和旅动宾的试迹 编了 编了什么话册 那我们现在就很快的 就讲一下 这个是辽藩 然后其他成员都是 参与了那些 那些道贩的修复 那么在荆州有 荆州三观 是这个 呃 我们一个个会讲的 比方说开元观 也是三观之一 那么我们 举了一些例子 包括那边 江陵的那边 自甲三观 光荣庙 那么也有很多 那么 呃 这个 太卫观 也是荆州三观之一 那么在太卫观 原来是 开始是受到 一个香王珠 珠百 香王珠百是 这个 呃 修复这个 太卫观的 把一个小庙 呃 修复成一个 呃 呃 这个太卫观 后来就名称 这个是 就叫做这个 呃 呃 塞武当 或者小经理 完全像我们当山的 这个行宫 然后呢 广原真的 后来 后来 香王就是对 建文废了 后来就自杀 逢火自杀 然后废了以后呢 然后就把他们 后来永乐 就把这个 呃 疗王 迁到 荆州去了 然后像广原端 呃 端客王 大叔是 辽凡宁的 郡王 他们都是 这些人都是 都是这个 呃 太卫观了 护法 大家来看这个 荆州三观 这个太卫观 就是 太卫观 然后呢 玄妙观 开源观 这是荆州三观 主要的三个道观 那么 呃 其中讲一下 用时间关系 其中讲一下 有一个 辽藩 逸阳王府的 郑国将军 朱智归 他是 呃 这个 晚年就居住在 这个道观里面 而且呢 这个 是 是这个 呃 逸阳康克王的 这个 儿子 然后呢 呃 坐在 坐在道观里面 而且经常施舍 这个 这个 震灾 所以呢 呃 其苦之名 多仰赖一点 那么我顺便就要讲到 讲到这个道观 就要讲到 这个 在元代的时候 在这个 有一个 这个 有一个 呃 呃 有个道 道士 叫唐洞云 那么后来被 元顺帝封为 这个第九仙 所以在 那个 呃 有遇世子的 当时道观 叫 九老仙都宫 那么 这个 元代的 这个道士 呃 唐洞云呢 是 玄教的 玄教的 蒙下的 弟子 那么 一直呢 升 在这个 升到这个 金香道教 都提点所的 掌书记 都提点 那么 呃 至元五年呢 他是兼 玄妙观和 九老仙都宫的 两道观的 助识 我有一个 感 我有一个猜测 这个九老仙都宫 现在没有了 我 我估计这个 九老仙都宫 可能合并到 玄妙观 因为我们在 玄妙观发到 发现这个 九老仙都宫 呃 呃 玄妙观的历史 然后呢 在这个当中呢 我还是要回到 当中猪柏 另外一个 我说的 这个 这个 呃 呃 建文时候 自杀的 那个猪柏 猪柏呢 他曾经在那边 举行过 这个 他是奉道 也是奉道的 所以他 举行过一个 普天大灾 他在普天大灾 上面的 这个 称职呢 就是 上清大洞 玄都三井 弟子 相望 四国路 那么 而且呢 他把 武当山的一个高道 李德渊 请到 荆州 四柱 荆州 长春观 那么 呃 这个 李德渺的 他的师 他的师父呢 是 是正人治 正人治是 受清威雷法的 所以呢 是正人治辈 他是德之辈 都是武当清威拜的 那么 所以呢 这个 呃 朱 朱香 就是香王 朱百 香王把这个 曾武庙改成 我刚刚说了 呃 改成太会观 然后改成太会观 以后呢 建文元年的 那个时候呢 在他死之前呢 他请了一个李宗敏 也是 呃 这个 呃 当山的道士 李宗敏来 助持太会观 然后他自己 赐给 他是王了 赐给李宗敏一个道号 叫东威道道号 那么后来呢 呃 还有一个 太会观景 但是我们看当时的传承 有一个特点 就是武当清威派的 道是对的 道士经常用重或者敏为发号 那么所以呢 我们如果看光是李宗敏 这一个人很难讲 然后放在这个道脉 环境当中 很 我很怀疑这个李宗敏 也应该是武当清威派的道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太会观有这个武当清威派 或者金州有这个武当清威派的 这个 呃 情况 然后呢 到朱强死了以后 后来是这个辽王国签到 签到这个 金州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最后的朱献洁 就是说 这个朱献洁 他自己 他自己这个有 有有 他自己是清威的 呃 然后呢 他自己有弟子 胡东臣 呃 清威派到城北的呃 呃 圆灌 那么后来呢 被签到城北了 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这个地方就在县衙门之前 县衙门之前呢 后来地方官把这个道观 把道观签走 把这个道观改成书院 儒家的书院 然后朱献洁呢 又把这个书院把它改为 改为道观 这个很明显的那种 所以这个 然后他这个 在当地 呃 在重弦观里面 经常在这个道观里面 属行这种雅慧叫清秋雅齐 是后来出了一个诗集 那么呃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说因为他做了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是针对这个儒家的 所以到后面 这个儒家这个地方官员 给他罗证很多罪名 说他造反啊等等等等 这是很明显的 就是他很多 很多东西针对 但是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些翻网 他只是一个例子 因为因为像呃 家庭皇帝死了以后 被废的 翻网有好几个 就是因为他们奉道 被废的 那么我只是选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这但是呢 不管是 尽管他们后来 政治上这个 这个呃 这个受到了这个 这个处罚 等等 实意 政治上实意 但是呢 你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对地方的道教 是有影响的 就是他这种奉道活动 呃 这个 荆州山外 一直到今天都还在 其中一个是他油管还是盗管 另外两个是 现在不做盗管 都是博物馆 一个是呃 这个 一个去博物馆 一个是市博物馆 那么 里面东西还保存着 就是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地方的这种呃 呃 呃 地方的这个呃 这个道派传承可以看 从这里看了 可以跟武当山的轻微派是有关系的 所以从很多地方来来看 包括我前面讲到了这个呃呃 这个呃 乐护嘛 地方的乐 因为乐护呃 乐护到了王府 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功能就是为王府的仪式音乐演奏的 那么所以他们很多是进行这个道教音乐 我碰到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呃这个美国的这个刘迅教授 他做做南洋研究 他因为他做全真研究 做做学票观 但是他没有做这个 但是他跟我讲 他说他在那边考察的时候的南洋 他发现南洋的这个呃这个火炬道士里面用了很多音乐 他说当地传说是王府 嗯 这个就是说这这种通过音乐这种方式 他这个呃 我我不会过于夸大 这个王王这个藩王子民 但是他在那里他推荐这样的活动 而且呢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源 因为他失去了政治军事的权势之后 他很多的资源都挖在这个上面 同时这个也是自保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对呃这个地方的呃这个道教是有影响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相当一些地方 包括这个山西等等 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如果说是呃 还有一个像南州呃南州 还有张叶这些地方 刚才说这些地方都都有这个传说这个在明的传说这个南州有八大家 当时都是郑里道士 而且说是这个八大家是龙虎山下来的 是什么回事 可能是跟当地的这个藩王是有关系的 所以在各个地方之前我们看到如果说是他能追溯到龙虎山很多情况 за这种 包括我刚讲到五张星派 郎美星派 郎美孙碧云 那孙碧云后来在五张三 后来就被肃王请到兰州去了 住持兰州津天观 所以他等于说把整个 因为他们的宗教活动 把清卫派也好 其他的法派带到很多地方去 所以对以后的地方道教 还是有蛮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如果从这个 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道教 可能我们还是不能忽略 虽然我知道我们建在这座口述历史 但是口述历史碰到怨户等等 他们的来源是什么 可能跟明代的皇父制度是有关系 如果清代没有这个 清代国藩王 清王一律不准他们促成 他们害怕他们出了精神以后 要对皇帝不利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 只有明代的这个藩王制度 是一个最持久的 相对来说 虽然是这个勇德是造反成功的 但是相对来说是 明代的藩王制度是比较持久的 比较稳定的 因为在这个汉代 后来是汉代的这个 汉代也不长久 这个藩王 然后到六朝时不断的 从近代六朝时不断是 藩王若乱 这个颠覆这里面 所以明代是一个长久 他想出一个办法 他说这些办法以后 因为他的资源 他的精力都放到宗教活动方面 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看到 有一些地方的宗教的发展 道教的发展 跟这个王府有关 这个其实我也 某种程度也回应了 这个柯达卫他们做华南学派的 就是说你地方的一个 地方的制度 其实是 地方制度是有 在地方上是能看到国家的底子的 这个地方制度当中能看到 国家的 他看到合法性是通过 把国家 国家层面的东西 领落到地方 才看到很多合法性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通过藩王 我们可以看到 他道教活动 他这些合法性 在这个方面是可以实现出来的 我就先抢到这里 好 那还有提前 两分钟 对 后面要提问 有我们一两个问题吧 这个王教授 他做这个王子 跟文学的关系跟道教的关系 是这几年他在学术界 特别在美国学术界 受到这几年 那 这个王子的研究呢 这几年在 在国内的同时 也比以前要 情绪要距离 要距离 所以一个研究 也是要有时代表现 那我觉得 黄教授他在座方面的 关注 我想对苗子 年代王子的这一段 应该说是相关重要的 我自己因为 正在搞这个COT跟王子的关系 所以我一直都在注意 黄教授他的相关的研究 这中间就不太微妙了 所以 那今天一共给我们那个 呃 观念 其实也相当有用 那我想 这样专门的研究 我想 在于学术界 我相信 呃 这个我们旁边 一天 就是告诉说 这个中间 实在是 工医 就是工医跟 跟他们续建的问题 那 这就是很专门的研究 那个 如果不是 对这个 好像差点有点 听一下 直接讲 直接讲 那个声音没问题 好 谢王 谢王老师 对 很精彩 就是 呃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 其实我们跟王老师读 如果 你带了到家 除了一段时间 但 第一次听到他 就是完整的 他对你 在跟到家的关系 那我想 呃 提出就是 一些 我有看法的 第一个就是 如果我们要问说 那明代芳王 到底对于道教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来方面 如果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你的报告 似乎是 第一个他 他支持了很多道观 地方的道观 然后第二个是 芳王有时候禁止当道士 也传承了一些类法曼 那第三个是 芳王的 王府的音乐 影响到地方道教的音乐 那这也是 那王府的音乐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中央的音乐吗 因为你刚才提到说 神乐外道是派到地方的嘛 对对对对 所以他有一个机制 就是中央设定了一些音乐 然后他透过王府这个通道 传播到地方车会去 那另外我头想到的是 那是不是也有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 把中央所修订的道教的制度跟仪式 也透过这个管道传播到地方去 因为我们知道朱泉他编了很多书 那我们最近在看朱泉 哪里太均匀之后发现 他在编这个东西的时候 感觉起来是要为道教设立一个规范的 嗯 有点像是现在倒是手边流传的 那如果说王府有这样一个重道的现象的话 那朱泉的这些工作 恐怕就不只是他个人的创作或使用而已 会不会有一种王府之间的一种这样的需求 而使得他做这样一个工作跟努力 以及这样的努力到底他的成效如何 可能是我们未来可能要持续去考虑的 或者王老师也许已经有些看法了 那第二个是我也听到 好像明代的儒家的官员跟芳王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 他们站在皇帝的故事里想很担心芳王的造反 那同时也打压芳王 那芳王听起来又像是站在道教那边 所以感觉起来明诞的佛道论真是一个 儒家的大臣跟芳王之间的战争的味道存在了这样子 那我不晓得将来观察其实太过了 那芳王老师 谢谢 那其实你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是很重要 其实你讲的有很多方面 很多方面是我们个案我们可以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讲历史上很重要的是制度史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神月官的分支 这个是制度史上建立的正美统制度 正美统制度 而且你讲的很对 就是当时的开始的时候 是明代政府有个规定 就是每个藩王旧藩的建立一个藩国的时候 中央神月官派五个月武僧到他的王府去教他们 但是好像到了成化年间 可能中央的那个水平已经越来越差了 他们就反过来王府派王府的这个月武僧到中央去反过去教他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种互动 我这个也就是我 当然我们现在还找不到实际的资料 但是我通过那些我觉得中央的这种道教仪式的和地方道教仪式是有互动的 这个道教音乐在中央神月官和道教分支是有关系的 所以有些地方才说我们这里的音乐是出自宫廷的 这种传说是怎么来的 这就是通过这个藩王的这么一种这么一种关系 对不起你第二个问题是 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有几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新儒家是很大 因为我觉得我借用黄仁宇先生的说法 就是说明代的皇帝是新儒家新务当中是要把明代的皇帝变成一个紫禁城的囚徒 为了实现他们意识形态做一个傀儡 但是没有一个皇帝愿意做这种傀儡 所以呢 在明代来说 他们的联盟者是什么人 太监 对吧 太监 宗教人士 还有就是武将 虽然在明代的爵位上面 武将高于文人 但是话语全部都被斯大夫掌握 斯大夫完全朝不起武将 而且这些这些藩王本来都是都是武将组成 所以呢 在这边我觉得皇帝跟这个武将 跟这个这个 跟武将跟太监 跟跟这个宗教神之间结成了一种联盟 为什么这么信任呢 因为等于说是 你 儒家是当官员整天就来限制我 整天就来打我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顺便讲一下 比方说我们到万里十七号 抽名昭著的这个 这个派什么矿监税监万里皇帝 其实这次这是没有办法 因为朱元璋原来订 这还是回到制度史上 朱元璋是一个农民的非常原始的经济政策 他觉得不应该收农民的钱 对吧 要要 然后呢 订了一个非常税率非常低的 按黄罗瑞先生说 明朝的灭亡就是因为收的税太少 对吧 所以税率非常低 然后到了到了到了 这个万里以后 经常要跟后京打仗跟蒙古打仗没有钱 没有钱 凡是卢家士大夫那些基本教育派 凡是有一个人要提出收钱的话 马上就变费 会抠长一点帽子 就是这个重力忘义 对吧 所以呢 没有人敢敢这样 那国家是要运作的 到最后呢 怎么办呢 皇帝只能是法外 还给钱去收钱 为什么国国没有钱啊 你们 你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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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部的官员 本来是你们管的 你们又不愿意提这个收钱为了为了这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根本就不管怎么样管理国家 所以这个就产生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皇帝比方说如果是皇帝比较强势的皇帝永乐 包括郑德皇帝在明这个文人世代夫记者史学家里面笔下都是非常负面 为什么不讲其他就是他不受他们控制了 对吧 对吧 这个 还有家境 对吧 我们讲明代有两个真正的道教皇帝 一个是永乐 一个是 一个是家境 这两个皇帝出身是哪里的 都是藩王 因为他们藩王的教育跟太子的教育不一样 太子整天用儒家灌输了 这个灌输他叫他怎么做傀儡做儒家的傀儡对吧 那这个在地方皇府上没受怎么当 你放地方皇上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做仪式要非常重规重矩 万一仪式做得不好 马上有官员打小报告就要被消除封号 所以呢 他们对这个仪式到在我们刚刚讲的皇府朝廷 皇府朝廷上的仪式都是都是道士来做的 他从小就这个 包括家庭皇家从小就是耳濡目染 知道怎么做 这个熏陶之下就养成了一种对道教兴趣 又没有像太子那样在中央整天是被那个灌输 所以这种情况下 王府跟宗教的节目 特别是我觉得是 如果是佛教的话 他可能是个人进的 但是这里我们道教是出现一个制度化 通过神乐观这么一种制度来做国家的祭祀 在王府里面的国家的祭祀 都是道士来做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很自然的产生产生这么一种感情 或者是一种对道教的感情也好 对我觉得需要道教来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满胜潮的一种 好谢谢 我刚刚要讲的这个会长的介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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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要讲的这个会长的完成一点 其实我还是要做一点提问 那明天在儒家跟这个道教跟那个信仁的关系呢 我刚刚讲的那个信仁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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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儒家呢他其实是比较所谓的定戴 他是根据儒家的经典来建立起一个定能的理想模型 所以如果他要把这条制度 这个土地变成一个制度的时候 他就会有很大的改革 譬如说那个平坚本来拜成王土地 成王土地一定有神像 但是呢他顿也说先秦啊 成王土地是没有神像是排位的 所以那时候呢在洪古二年 刚刚定立的制度比较整个定立制度 到了三年他就把它全部推翻了 这是金王 这是西王 他说可以有神像 他说非常有趣喔 这个示范前你这样这个也很有趣 但你神像奔毁啊对不对 他说他把那个成王土地的神像 这些都是土我 他把土我就融在水里头 就把水里头 这个水里头那土我就进入泥巴了 他把那泥巴拿出来 涂在那个神殿的后面 诶他还在喔 或者就变成了墙壁 但是啊这种啊 太义里派的东西啊 你怎么在官司 我建立一条理事制度 那配合理想 都一条理事制度 但是 阿北现在开始没办法 对不对 就好像奉行一样 但是最后呢 根本他不受这一道 所以后来不见了 到底在这个年间的时候 成功又恢复了 一样的拜我的土偶啊 拜我的什么的神像 所以这里头就是 刚才我说 其实就是儒家的那种 理想派 念兰的 理作乐 他也很想知道啊 如果你从信仰室来看 就知道说他做你做这一路 但是事实上啊 李散场 李散场的私募经验 李散场的叫划斗 在这里看 他们是什么呢 根据习惯 习惯就是生活习惯 他就是要什么呢 根据民间的 要一跟民众 民众站在同一阵子 非常有趣啊 所以林代 搞这一段 林代的儒家 你不要以为他只是搞得映然的 你们做思想史 搞得都映然的 理想的那种 思想模型 他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 错过理部 错过字部 然后呢 所以我想王教授 他提到这一段 我们做林代的这一段 特别注意 所以林代的那个思想史 比我们所想象复杂 不是只有佛跟道 那个三教之间的那个不安心 非常复杂 那从那个王府 就可以看到这一段 我现在就在重写 重写西游记 我这一天西游记读我都读错了 都读错了 我找到盘过很多的 塑料跟角度 到西游记的 没有几个是做过道教 我是搞道教 我是从里面找到很多的文法 西游记很多人 讲说他偏佛偏道 这个读法搞错了 要像王教授这样 你把它放在林代的 那种道教的文化 林代的王府 林代的整个跟林众的生活关系的时候 你才读得懂道教 就是多休止 我明年呢要把这个书 就是我这个 只有你有足够的文化资源 你重复你才会 付出他里面的东西 我这个王教授啊 好 好 我们 吃饭 更重要 好 好 我跟左边一样 就在隔壁两间教室 那待会 好